接下来看一下根据明细账科目余额计算填列的这些项目 资产负债表中的有些项目 需要根据明细账科目期末余额计算填列 注意这个时候必须看的是明细账 看总账不行 这是这种计算填列方式 首先呢我给您归出来的第一类是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预付款项项目的填列 我把这三个并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的填列方式是有规律的 是相联系的 所以我给您并在一块来看 那此处先提醒一下 您学过预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的科目 而现在的报表项目叫预收款项预付款项 这个细节先注意一下 那您会看到他们几个 是不是您会详细点什么 我们在前面给您讲过 咱有两对双胞胎 还有呢应付和预付 也就是咱们说的收对收和付对付 在这里仍然是适用的 而再来您需要注意 比如说啊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预付账款 这个报表的项目怎么填呢 您会发现它需要通过去看 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两个明细账 而且要找的是带方余额 加在一起去进行填列 那是不是很麻烦呀 那怎么弄呢 我在这里给您一个口诀 首先注意一下 一定是收对收 付对付 你先看清楚 它让您求的是谁 求的是应付账款 那我就付对付 我就把应付和预付先摆在这 可以吧 这是付对付 再来后头有一句 资产为借减坏账 付债为贷 那付债为啥为贷 想一想 现在让您求的是 应付账款这个项目的金额 应付账款是资产还是负债 显然是负债 应该付还没付的钱 是我们欠别人的钱 负债增加在哪边 负债借减 代价 你去找它表示增加的那一方 所以现在是去找应付账款 和预付账款明细账 而且得是带方的余额 加在一起 就可以了 那具体怎么用 我一会带着您去演练 先不着急 我们先把这些都看完 那再来 如果它现在让你求的是 预付款项 这个报表项目 那我是不是付对付 仍然是付对付 我先把应付和预付 放在这儿 没问题吧 而现在预付款项 是我们根据合同的要求 预先付出去的钱 这是不是我们的资产啊 那资产为借 所以现在找的是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 明细账的借方余额 我给它加一块 还没完 一旦是资产 您还要注意 如果题目当中给了对应的坏账准备 如果给了啊 你比如说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对应的坏账准备 如果给了我要给它减掉 那为啥 因为对于咱们的这种债权 那这钱放在别人那儿可能收不回来 所以如果提了坏账准备 要给它减掉 但咱因为没有涉及过 就是预付款项相关的坏账准备的问题 一般来说是没有的 如果没有这里就是零 这是资产为借 减坏账 负债为贷 那再看一个预收款项 预收款项 那您一看预收 那我就是收对收 我先把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放在这 预收款项是资产还是负债 是不是咱们根据合同要求 预先收过来的钱 这是负债 负债哪边增 贷方增 所以现在是两个明细账的贷方 的余额给它加在一起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这里头 您要注意一下 先会用这个口诀 一会儿具体怎么计算 我马上带着你来练 那我们先把口诀记住 收对收 负对负 先看它让你求的这个项目 是负 还是收 那我马上把收对收 负对负 给它放这 完了之后 我再看 我现在要求的这个项目 它是资产还是负债 如果是资产类的 那么我就去找借方 如果说是负债类的 那负债贷方增加 我就去找贷方 但如果是资产类的 注意可能会有坏账准备 如果有要给它减掉就行了 收对收 负对付 资产为借 减坏账 负债 贷债 贷 好那肯定有同学细心发现 应收账款呢 应收账款 我们在考察的时候 主要是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直接是应收账款的余额 减去坏账准备 咱考试主要是这种情形 那是在后面单独给大家讲 好 所以在这里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道题 演练一下 这个内容特别喜欢考 一定要会看一下 下列各项当中 对于预付账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的期末 贷方余额应列入的资产负债表项目是 现在说是预付账款 而且是贷方余额 预付账款本来是我们的资产 对吧 资产余额应该在借方表示的是预付账款 它的余额如果跑到了贷方 表示的是什么 付对付表示的是应付账款呢 所以在这里头 是不是在列入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它的明细账的贷方余额 应该记载的是应付账款 那您想一想 应付账款 它的报表项目怎么填来着 付对付 上去先把应付和预付放在这里 那再来找的是明细账的哪一方 应付账款是负债 所以找的都是贷方 对吧 因为负债不是贷方增吗 完了 好 所以您一看 是不是预付账款的明细账的贷方余额 记在这里 记在应付账款这个报表项目当中 这是在反向的考年啊 您也要会 好 再来看一下比较典型的这种计算的题 2016年5月31日 某企业应付账款总账科目 贷方余额为1255万元 那接下来很多的数据啊 一旦题干长 数据多的时候 我们就先跳到最后 看看要求什么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企业5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 预付款项 项目期末余额为 那我再次强调 您不要去跟我纠结说 哎 那这资产负债表日是哪一天 和你没关系 他说哪一天就是哪一天 人家这个资产负债表 可以按年来编报 也可以按季度编报 也可以按月来编报 好 那这里让您求的是预付款项 那我上去我就知道 他既然让我求预付款项 那么我就找付对付 我去找应付和预付 那预付款项是不是资产 所以我应该找的是 应付和预付的 明细账的借方的余额 而资产如果有对应的坏账准备 是不是还要减掉 好 我们继续去读吧 他前面给的 应付账款总账科目的 代方余额 要吗 不要 首先看预付款项的填列 就是看明细账 总账没有用 而且这还是代方 更没有用 好 再来找应付账款 假公司 明细科目 代方余额 现在确实是明细了 但是呢 它是代方余额 我们不要 我们要找的是 借方余额 所以这里 因为它是代方余额 这个数没有用 应付账款 以公司 明细账 借方余额 好 这回对了 付对付 应付 明细账 借方余额 这个五万 要寄进来 再来 预付账款 总账科目 总账不看吧 找明细账 好 继续说 其中 预付账款 丙公司 明细账 科目 注意这是 预付 明细账 而且是 我们要找的 借方余额 二十万 那我得加上 又有 预付账款 丙公司 明细账 科目 代方余额 代方不要 我们找借方 所以说 最终 我们在资产负债表中 预付款项 项目 期末 要填列的金额 就是这 五 加上二十 就是 二十五 一定要去找的是 应付和预付的 明细账 总账不行 明细账的 借方余额 好 这道题里 没有提到 坏账准备 那一般咱都遇不着 如果有对应的 坏账准备 也要减掉 好 这道题 一定要会 那么再来 除了咱们前头 讲的 涉及到 应付账款 还有预付款项 预收款项 它们是按照 明细账的余额 计算填列之外 还有 涉及到 开发支出 根据 研发支出科目 所属的资本化支出 明细科目 期末余额 计算填列 啥意思 首先您复习一下 我们现在在研究的是 资产 负债表 它的项目的填列 那资产 负债表当中的 开发支出 它能在资产 负债表里体现 是不是最终会形成 资产的那一部分的 研发支出当中的 资本化支出 才能记在这 那如果是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的那一部分 最终影响的是损益 它会寄到利润表 而不是资产负债表 在这里强调 得去找这个明细 资本化支出 明细科目期末余额 计算填列 因为这一部分最终会记入 无形资产 是在资产负债表里 劣势的部分 好 再来 应付职工薪酬 根据 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所属的明细科目 代方余额 分析填列 那应付职工薪酬 本来就是负债 现在看的是它的 明细科目 代方余额 那么 具体 怎么用呢 我们看一下这道立体 我觉得对您来说 没有什么难道 2019年12月31日 甲公司 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显示 所欠的薪酬项目 包括 工资 70万元 社会保险费 共5万元 设定 提存 计划 2.5万元 住房公积金2万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0.5万 那这是不是都对应的是 咱们应付职工薪酬相关的明细啊 那我们就是站在这一天 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去 列示 应付职工薪酬这个项目 我们还有多少 员工的工资 没有给人家 把这些明细 给他加在一起 就可以了 所以 列报的时候 就是欠的这些 工资70万 社会保险费5万 以及 设定提存计划2.5万 住房公积金2万 以及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0.5万 加一块 结束 好 这是对于 这个内容的说明 很简单 那再来看一下题目 下列选项当中 属于 企业 资产负债表 应付职工薪酬项目 列报内容的有 实际上 说是在考年资产资产负债表 应付职工薪酬项目列报内容 实际上他就在考什么呀 就是在考年第三章负债 讲应付职工薪酬时候 它的范围吗 A 因为解除劳动关系 而应给予职工的现金补偿 那这是不是属于辞退福利的范畴 好 那这是属于应付职工薪酬的范畴 向职工提供的异地安家费 那这是属于福利费的范围 也是咱们这种短期的职工薪酬 是应付职工薪酬范围 应该提供给已雇职工已属的福利 那跟B选项一样 都是短期的薪酬的范围 D 应该支付给临时员工的短期薪酬 那临时员工 他只要为咱企业提供服务了 那给他的都应付职工薪酬的范围 所以选的是ABCD四个选项 好继续 再来看第四个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是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也是根据有关非流动资产 和非流动负债项目的 明细科目期末余额计算填列 因为我们要仔细的去翻明细照 你要看总账上 你们比如说我们五年前借的钱 向前都举的例子 我们比如说这个四年多以前吧 2016年5月1号向银行借款10万元 约定的是五年之后付 也就是2021年的4月30号的时候到期 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站在资产负债表日 2020年12月31号 那此时您如果去看总账 那这10万肯定是反映在长期借款里 那我怎么去反映出来说 哎它是一年之内到期的呢 我去翻明细照 一看看什么时候借的呀 我算一算什么时候到期呀 那我就知道 这是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呀 我这是不是站在资产负债表日 还有四个月就要还 那它是属于一项流动的负债 而应该列是在的 就是咱们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当中 是这样的情形 我们要给它找出来 好 那如果说有好几项 比如说除了这一项之外 还有一项 也是一年之内就能到期的 那我就把两项加一块 列在这就这么个意思 好 这个内容的填列 要跟后面 咱们相关的长期的资产和负债的 填列联系起来 所以一会我还会强调 别着急 那刚才给您讲的这些呢 都是根据有关 明细账科目的期末余额 去计算填列的 里面包括比较长考的 前头的应付 预付预收 这三项 那完了之后呢 还有就是刚才给您提到的开发支出 应付职工薪酬 以及现在说到的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是非流动负债 接下来看一下根据总账科目和明细科目余额分析计算填列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很明显就是您既得看总账的余额又要去看明细账的余额好看一下第一个长期借款那长期借款咱在前头是不是有给您链接到好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2020年12月31号资产负债表日我们去填列资产负债表您首先要填长期借款这个项目的话我先去找它的资产负债表日我们去填列资产负债表你首先要填长期借款这个项目的话我先去找它的资产负债表日我们去填列资产负债表你首先要填长期借款这个项目的话 总账余额比如说一查哎长期借款一共有100万我先抄上来然后呢我们去翻明细账去看看有多少是在一年之内将到期的那刚才是不是举例子了那咱们之前在2016年5月1号介入的10万块钱借款期限是5年那到期日是2021年的4月30号站在当前的资产负债表日是不是还剩4个月就得 那这一部分就不能记在长期借款这个报表项目里了而要单独记在刚才说的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当中那我们更明细更加详细的说将明细科目中将在一年内到期企业企业不能自主的将清偿义务展期的长期借款 那他说一年内到期这块您肯定没有问题他又加了一句说企业不能自主的将清偿义务展期的长期借款那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本身在跟银行去借款的时候我们2016年5月1号去借款的时候签的借款合同上就约定如果到期我们不能按时还款的话 我们可以自主在展期比如说两年那如果有这样的约定那您就可以自主展期那我仍然可以作为长期借款啊把它在长期借款项目当中去计算但是呢咱初级阶段不会给您这样说的他除非那么详细的说明要不然我们默认的都是不能自主的将清偿义务展期啊 就是到期还钱那这个时候就给他单独列到前头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当中就可以了 好再来还有其他的非流动资产或者是非流动负债照样是先去看他的总账的余额超过来完了之后呢再去翻明细账 看看我站在资产负债表日是不是一年之内要还如果一年之内要还我就要减掉 当然如果是资产就一年之内会收回的这一部分我给他减掉因为他们会单独列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或是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当中 好所以您可以理解为那我看到这个长期项目那是不是就是咱们用长期项目的总账的余额 然后呢去翻明细账去找他一年内到期的这一部分给他扣掉就可以了 因为在初级阶段他很难给您一段具体表述说他是可以自主将清长义务展期到什么时候的 所以一般都是不能自主的去展期的 好再来看一下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在咱们今年的教材里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但这个重大的变化您只需要掌握他的理论就可以了 好首先说到长期待摊费用 那我仍然是先去找总账的余额 长期待摊费用余额是这么多 然后呢将于一年内摊销的数额 比如说我们站在资产负债表日2020年12月31号 我未来一年将要摊销的金额假如说是10万 那我就把它去掉就可以 这在考试当中不用您自己去翻账 他会直接说有多少把它扣下来 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点 咱们在前头说的这些长期的啊 这种一年内到期的都记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当中 但是长期待摊费用的开销年限 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 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部分 不得归类为流动资产 而前头如果您给它列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当中 内属于流动资产 我们刚才在前头分类的时候说了 而现在咱们剩余时间不到一年 或者是正好一年的 以及一年之内要摊销的部分 它不能列为流动资产 那怎么办 仍在各该非流动资产项目当中去进行填列 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目当中 注意一下这个点 它呢如果是长期待摊费用 它如果是一年之内要摊销的部分 或者是剩下来的剩余时间不足一年或者是一年的 这一部分虽然我们在计算的时候要扣下来 但是呢不能够列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当中 这一部分您就需要把握的是如果它让您填 您要给它剪下来 但是它如果考你理论就考文字 说一年内要摊销的长期待摊费用 计入流动资产 那就是错的 它得还得是非流动资产 所以这个部分注意一下 不能够转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目里 好所以长期待摊费用这注意计算 以及不转入这里啊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例题 某期2019年12月31日 甲公司长期借款科目余额为155万 其中自以银行介入的5万元借款 将于一年内到期 甲公司不具有自主展期清偿的权利 则资产负债表中长期借款项目的列报金额 是不是就应该用长期借款的 总账的余额是155万 减去一年内到期的部分 人家直接说了是5万 减去之后得到的是150万就完了 而那5万怎么办 记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当中 好继续往下去看 下列各项当中 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到期 且企业不能自主的将清偿义务 展期的长期借款 那就是一年之内到期的 又不能展期列在哪 列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当中 它是属于流动负债 好 那继续看这道判断题 年末 企业应将于一年内含一年摊销的长期待摊费用 列入资产负债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目 对吗 不对 这道题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18年的考题 原来在18年的时候这是正确的 但是今年我刚才在前头讲了 今年的重大变化 那重大变化就是它即使是一年内到期的部分 仍然要记载该长期资产项目 而不能够给它列为流动资产 所以现在不能够给它转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好 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因为导致了以往年度的答案 今年发生了变化 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好 再来 长期借款项目 根据长期借款 总账科目余额直接填列 错了吧 是不是得是它的总账科目余额 然后再去翻明细账 去把一年内到期的 而且不能够自主去展期的 这种给它减掉 所以这是错误的 好 接下来 再来看第四类 根据有关科目余额 减去背底科目余额后的 净额进行填列 资产负债表中的有些项目 需要根据有关科目余额 减去其背底科目余额后的净额填列 那有哪些项目呢 我觉得您可以这么想 它首先是不是得有背底类的科目才行 那有一些它没有背底类的科目 那是不是就省了 您比如说您找短期借款 哪有背底类科目 那它肯定不是按着这种方法去填列 好 我们先大面上看看有哪些 如资产负债表当中的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长期股权投资 再建工程等项目 那他们就应该根据这些总账的余额 然后呢减去对应的背底 那背底就是坏账准备啊 减值准备啊 相关的部分给它减完了之后的净额来进行填列 好 那再来我们再拎出几个经常考的给您再说一下 说到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这现在说的是报表项目 那得根据咱们固定资产科目的期末余额 然后减去它的背底 背底有谁 有累计折旧 有减值准备 那如果说 例如只有累计折旧 没有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就是零呗 没完 还有一个固定资产清理 那啥意思呢 固定资产清理什么时候用 你记得吗 就是当我们企业处置固定资产的时候 是不是先要通过固定资产清理这个账户来核算 到了资产负债表日 如果固定资产清理有余额 那它的意思是说 咱到了期末还没清理完 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余额 您可以这么想 我仍然在看我求的是谁 我求的是资产 资产哪边增 借方增 所以我现在找的是固定资产清理的借方余额 实际上固定资产清理的借方余额 指的就是还没清理完的那个固定资产 那就还剩在这的 要给他在借方找余额 那是这一部分 好 那这个内容呢 之前曾经多次考过 您一定要注意一下 对于固定资产清理借方余额 如果给了的话 一定要给他加上 好 这个内容单独记一下 再来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就很简单了 无形资产科目期末余额 减去累计摊销 如果有减值准备 再减去减值准备就可以 好 这个我觉得您肯定没问题 再来就是 再建工程 再建工程的部分 也需要仔细的看一下 因为您肯定知道 我再建工程这个项目 在填列的时候 我用再建工程 减去他所对应的减值准备 咱之前没有单独学过 一般实话实说也一般不考 万一要考了 他会直接说 再建工程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多少 你就减去就行了 好 那再来 后面的内容要注意 工程物资 工程物资 在填报表项目的时候 是在再建工程当中去算的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那您想一想 我们在前面讲固定资产 我们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那我们是不是得先买工程物资 然后呢 把工程物资 领用到再建工程当中 当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候 转入固定资产 所以这个工程物资 它会被领用到再建工程里 它是在再建工程当中去算 注意一下啊 所以这里是加上工程物资 减去工程物资减值准备 而由此 又可以链接到下一个内容 既然工程物资 在再建工程这个项目当中算 那它就不在存货里头算 它不在存货里头算 这是经常联合先来考的 后面我还会强调 再来就是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你注意 我们考的时候 主要考的就是这种 应收账款 是它的 科目的期末余额 然后减去对应的坏账准备 就可以了 所以您可以看到 对于无形资产和应收账款 它们两个的填列比较简单 这是不是就是他们俩的账面价值 而固定资产要注意一下 如果给了固定资产清理的借方余额 要加上 那迄今考到的都是 如果给固定资产清理 都是借方余额 那再来 就是再建工程这里 要注意工程物资 在这里算 好 所以对于这种有被底的 相应的项目 那我是不是就是用科目的总账的余额 然后减去它提的折旧或者是摊销 那如果没有提折旧或者摊销的情况 那就不用管了 有减值准备的话 减去减值准备就OK了 好 是这样的情况 再来看一下例题 2019年12月31日 假公司应收账款科目的余额 为1300万元 换账准备科目当中 有关应收账款 记题的换账准备余额 是45万元 因为本身坏账准备啊 它可以为各种应收款项去提坏账准备 包括应收账款 还包括其他应收款 或者是相应的其他的各种应收的款项 所以在这里一定强调是 应收账款所对应的坏账准备 当然如果题目当中没有特别说明 一般也是对应的 好 再来 则2019年12月31日 假公司资产负债表中 应收账款项目期末余额的猎报金额是多少 那就是把他的余额是1300万 是吧 减去换账准备 完了 1255万元 很简单 下一道例题 2019年12月31日 假公司无形资产科目借方余额为800万元 累计摊销科目贷方余额是200万 无形资产减质准备科目贷方余额是100万 则 在资产负债表日 假公司资产负债表中 无形资产项目期末余额 是不是就是他的借方余额800万 减去提到累计摊销 减去减值准备 完了 很简单 好 接下来看这几道题 首先 2019年12月初 某企业应收账款科目的借方余额是300万 相应的坏账准备科目贷方余额是20万 相应的就对应的是应收账款 本月实际发生坏账损失6万 一旦发生坏账损失会导致什么 把账务处理写出来 借坏账准备减少 干嘛去了 抵消应收账款的损失 代方是应收账款减少 所以这个发生坏账损失会导致应收账款减少6万 坏账准备也减少6万 有一些同学做这道题做不对的原因 就是光去看坏账准备去了 忘了把应收账款也给它减少6万 如果您要没导致明白 就把账务处理写出来 好继续 2019年12月31日 经过减值测试 该企业应该补提坏账准备11万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2019年12月31日 该企业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项目的金额 那这个时候您要先算出来 到这个时候坏账准备的余额是多少 月初的时候有20万 中间发生坏账损失 所以就拿坏账准备去抵消损失去了 再来又说人家直接说补提11万 不用您算 直接就是补提11万 所以此时到了期末坏账准备账户的余额 应该是14万加上11万就是25万 而咱们应收账款账户的余额是300万减去6万 也就是294万 用应收账款的余额减去坏账准备的余额完了 所以这里头就是269万 所以最终选出答案 一定是看细致了 这道题呢 不仅是结合到咱们的资产负债表 应收账款项目的填列 同时呢 又结合到应收款项减值相应的处理 一定要把这账务处理给它写明白了 您才能够看到 那应收账款它减少了6万 这个细节别错了 好再来 下一道单选题 2019年12月31日 某公司有关会计科目余额如下 再建工程科目借方余额呢 是80万 再建工程减值准备科目代方余额是8万 工程物资借方余额30万 工程物资减值准备 那一看减值准备就是资产被迪类的呗 借减代价代方余额3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2019年12月31日 该公司资产负债表 再建工程项目期末余额填列的金额 是不是应该是再建工程余额80万 减去再建工程减值准备 加上工程物资30万减去工程物资减值准备 对吧 加一块完了 好很简单 好下一题 2018年12月31日 某公司下列会计科目余额为固定资产借方科目余额1000万 累计折旧 还有减值准备的余额都给了 都是代方的 没有问题 那继续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借方余额20万 找的是借方的余额 所以在这里头 是不是我得给他加上 好 2018年12月31日 该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项目期末余额应该填列的金额 就应该是固定资产本身是1000万 减去 累计折旧 减去 减值准备 再加上固定资产清理的借方余额 你要记不清是借方 你就想着固定资产是借方增加 所以我得找固定资产清理的借方余额 方向是相同的 都是借方 好OK 结束 好 接下来 下一题 在下列资产负债表项目当中 根据有关科目余额 减去其背底科目余额后的净额填列的事 那这道题就是告诉您 针对于这种情形的考察 它有可能考您具体项目的填列 也有可能考您 某一个项目是用哪种方法填列 那你说预收款项 是采用什么方式去填列啊 我们前头已经讲了 那预收款项 我是不是得去看明细账 我是收对收 我要找应收和预收 那再来因为预收款项 预收是不是负债 负债是贷方增 所以我现在应该找预收账款和应收账款 贷方 而且是明细账 明细账的贷方额额加一块 好 再来 短期借款 那短期借款是不是直接填列 照着总账余额直接填列 都不用算数 无形资产 它有没有背底类科目 有啊 相应的累计参销 简直准备 都是 所以它应该是减去 背底科目余额后的 净额填列 那长期借款呢 长期借款是不是总账和明细账 对应分析填列 因为我先得去看它的总账的余额 长期借款是多少 再去翻明细账 看有多少是一年之内到期 而我不能自主展期的 我要给它减掉 对吧 所以您看 我们在前头说 咱在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会考你 不同的项目 是按照什么方法去填列的 那我为什么要并在一起讲 就因为我们并在一起讲的时候 你的印象是最深的 那我们现在到这里 一起讲完了 您可以一起分析出来 它们是怎么样填列的 好 再来 剩下最后一种 综合运用上述填列方法 分析填列的 那就是存货这个项目 它是最典型的 存货这个项目 看一下 存货里面核算的有谁呢 您其实就是把 第二章 讲存货时候 它的核算的范围 给它拎出来 看一下就行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 存货 包括仓库里头有的 那仓库里头有 原材料啊 库存商品啊 周转材料 这些 以及放在别人那儿的 比如说 委托 加工 物资 那再来还有在路上的 那我们在路上的 如果是实际成本法下 就是在图物资 如果是计划成本法下 就是材料采购 还有那些发出去的 那这是发出商品 好 那再来 如果说 我们之前给它提过 跌价准备 那我们现在就要给它 往下减 因为这是被抵累的 要给它往下减掉 对吧 再来 如果是计划成本法下 那我是不是得考虑 材料成本差异 那材料成本差异 您别忘了 它要注意 它的余额 我们是不是说 借方超支 代方节约 发出相反 如果是节约差 就是负数 超支差就是正数 别忘了 实际上除此之外呢 还有 只不过我们是在题目当中稍微涉及 提一下 就是会涉及到受托代销商品 那么我们马上会再跟一个受托代销商品款给它减掉 那所谓受托代销商品 您可以理解为 是别人委托咱们 帮他卖东西 那人家把货物 发给咱们 那我们仓库里头就会多一堆货 那确实你仓库里头有 我们就会确认一个受托代销商品 但是这是我们的东西吗 肯定不是 那您说既在我们的资产里合适吗 不合适 那怎么办呢 我们马上跟一个受托代销商品款 一项资产一项负债给它抵霉了 所以呢 他们俩是一正一负抵霉了 听一下就行 因为以往年度的考题当中有涉及 那怕您万一在做题的时候遇到 所以在这里大一句 好 我再次强调 工程物资不通过存货来核算 工程物资是在前头的再建工程当中核算 这个内容经常混在这里去考 好我们看立体 2019年12月31日 甲公司有关科目余额如下 工程物资科目借方余额90万 它肯定不是存货 发出商品 发出商品是资产 借方余额800万 这是存货 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它虽然是成本类的科目 但它其实核算的是半成品 仍然是我们的存货 当然这个内容 我们马上会在第七章当中讲成本核算的时候去说 那它现在是借方余额也没问题 这也是存货 原材料科目借方余额是100万 原材料肯定是存货 委托加工股资也是存货 材料成本差异 注意材料成本差异 现在是什么余额 贷方余额 那你想 材料成本差异账户 借方超支 贷方节约 它在贷方表示的是节约差 节约差是负号 所以这里是减25 肯定有同学弄错 继续 存货 跌价准备科目 贷方余额为100万 存货跌价准备本来就是资产背底类的科目 那在贷方是正常的表示增加 但是呢 因为它被底类 我们是不是得给它往下减 好 这也是减100 受托代销商品 那我在前头是不是说 受托代销商品 我们在确认的时候 就会跟着受托代销商品款 所以我们是加上400 再减去400 其实就是0 好 则 该企业2019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表当中存货项目的金额 是不是800 加上300 然后呢 加上原材料的100 加上委托加工物资的200 别忘了材料成本差异 一定要看清楚 它是借方余额 还是贷方余额 借方是超支 往上加 贷方是节约 往下减 所以这里是减 每一年都会有同学在这里掉坑里 那继续 再来是存货跌价准备 它是被底类的 要往下减 那对于受托代销商品和受托代销商品款 一加一减就是零 就没了 最终是1275 好 再来做两道题 演练一下 第一道 单选题 2019年12月31日 某企 原材料科目借方余额是180万 那这是存货呗 库存商品借方余额420万 工程物资是存货吗 不是存货 一定注意 不是存货 生产成本其实就半成品 它也要记在存货里 是100万 存货跌价准备 它是被底类的 代方 那它是往下减 260 减260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企业2019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表中 存货项目的期末余额 那是不是就是原材料180万 加上库存商品420万 千万别加工程物资 然后呢 加上生产成本100万 减去存货跌价准备 260万就结束了 好 数就自己算了 我只考虑给您讲思路 好继续 接下来 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期末余额发生变动 等 有 那我们说会导致存货项目期末余额发生变动 它是联系到了具体的账务处理去考核 看一下 既提存货跌价准备 那存货跌价准备一多 是不是 存货就会往下减 对吧 因为我们计算存货项目的时候 要减掉存货跌价准备 所以会导致它的余额发生变动 会减少 B选项 用银行存款购入修理备用价 修理备用价呢 一般是按照咱们的周转材料 低值一号品去进行确认 那这个时候它是存货的范畴 那我买进来存货就增加了 也会影响 C已经发出 但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商品 那我们一旦发出去 我们会是借 发出商品增加 代方呢 是库存商品减少 我为什么要把账务处理写出来 因为乍一看 感觉发出商品增加了 存货增加 但你仔细看一下这个账务处理 是不是存货内部的一增一减啊 总额没变 D 收到受托代销的商品 收到受托代销商品 那我们是不是会确认一个受托代销商品 马上跟一个受托代销商品款 一挣一付 又是零 所以总额没变 所以选的是A和B 两个选项 这道题是结合着报表项目的填列 和相关账务处理一起去考察的啊 一定要把它掌握到位 好 到这儿 关于资产负债表 它的项目填列的方法的部分 我就说完了 而且我把考试当中最常考 那我也不敢说百分之百 但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考察的项目内容 都在刚才说完了 那再来呢 您按照正常的顺序 下面就到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填列说明 但是最常考的项目 我刚才在前头 结合着填列的方法全说完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又筛选了几个 其他的可考项目 在这里给您补充一下 一个是应收票据 那他就用应收票据的余额减去 对应的坏账准备就可以了 这很简单 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再来看一下应交税费这个项目 应交税费这个项目呢 本身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您都不用单独学 就比照着第三章 我们讲应交税费 它的核算范围去看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为什么要在这列一下 就是因为今年好歹它有个变化 删除了矿产资源补偿费 这是教材原来的一个错误 因为咱们的这个资源税 都已经实行好多年了 这矿产资源补偿费早就应该没有 今年给它去掉了而已 好 应交税费项目 反映企业 按照税法规定 计算应交纳的各种税费 包括增值税 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企业所得税 资源税 土地增值税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车船税等 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也通过本项目列市 好听 应交税费的核算范围 咱们在第三章讲负债的时候就说过 其实我当时建议您反向聚集 也就是说谁不在应交税费当中核算 那以我们初级考试的范围来说 您就记着 耕花购气不通过应交税费来核算就行了 耕是耕地占用税 花是印花税 购是车辆购置税 气是气税就可以了 这四个税不通过应交税费来核算 那剩下来的您在初级阶段常见的税都通过应交税费这个项目来核算 咱们前头是科目这里是项目是一样的 这一块他们的范围一致 好所以在这里您就把住这一块看一下就行了 那再来有一个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收款反映企业除了应收票据以及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等经营活动以外的其他各种应收赞付的款项 是不是因为这三类它在前面单独劣势了 应收账款咱考试的时候主要就是用它的余额减去换账准备 而预付账款在报表里头对应的项目是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怎么填来着 付对付 应付和预付放这 然后找明细账 然后找哪一方的余额 预付账款是资产 找借方余额 如果有对应换账准备还要减掉 而应收票据是不是在这单独说了 除了这些单独去有项目的 剩下来的其他的各种应收赞付的款项都在这里 我放在这里是因为要单独的提醒您 应是其他应收款这个项目里头核算的不仅是咱们在前头会计科目里头的其他应收款 那完了之后还有谁 应收利息应收股利也算在这 这是会计科目和报表项目不同的地方 您不要再问我不对啊 前头其他应收款里不合算应收利息啊 那是会计科目会计账户 这里说的是报表项目 报表项目里头要把应收利息应收股利这些给他算进去 还有其他应收款 那因为他是资产类的债权类的有可能收不回来 所以如果题目当中说有快上准备要对应的减掉 而其他应付款跟其他应收款是对应的 那照样也是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在报表项目其他应付款当中算 还有其他应付款这个相应的余额也是在这里算 那因为这是负债类的 这个时候没有换账准备 好所以这是这个部分要提醒您去看的内容 那到这呢对于咱们资产负债表项目填列 我需要给您讲的内容就都说完了 那我在前头也说了 这一块的顺序跟教材以及轻松过关的顺序都不一样 那您比着我的来学 我不敢说是考试百分之百的内容 那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咱也说不好 万一他要是今年扩充某一个内容 但是基本上概率很低 您把着我这个学习百分之九九以上相关的分数都能拿到 好我们看一下 看好了这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应列入企业资产负债表 应交税费项目的有 那说应交税费的核算的范围 应交消费税 应交资源税 车船税 个人所得税 是不是都是应交税费的范畴 你就找更花购气 不通过它来核算 好接下来看一下关卡1的总结 那在这里呢 我就是把几个常考的相应的填列的方式给您总结了一下 涉及到货币资金 那就是库银其他三个总账的余额加在一块就完了 好再来涉及到预收款项 预付款项以及应付账款 是不是我们找收对收 付对付 例如我们涉及到预收款项 这个报表项目怎么填 那我先把收对收 应收和预收给它放在这 然后现在呢 它是根据明细账去填 所以我们找明细账 再来预收账款是负债 负债为贷 找明细账 贷方预额加一块 那如果是资产 例如咱们的预付款项 那它是资产 先把付对付 应付和预付放这 找明细账的借方预额 如果有对应的坏账准备 再把坏账准备减掉 接下来涉及到一些长期的项目 涉及到长期项目 比如说长期借款这种 先是它的总账的预额 然后再去翻明细账 把一年内到期 且不能够自主展期的这些 给它减掉 好 再来就是涉及到固定资产 那固定资产呢 您注意一下 它要减去折旧 减值准备 这没问题 关键是 如果有固定资产清理的借方余额 要给它加上 这个内容 是我放在这里要强调的原因 再来是再建工程 再建工程 这个项目在填列的时候 要把工程物资 给它在这加上 那既然工程物资 在再建工程这 就不在存货这 对吧 所以在存货里头 您看好了 什么原材料啊 库存商品啊 委托加工物资 周转材料 实际上这里写的都不够全 这只是我们教材上给大家举例的一部分 那除此之外 比如前头说到的 咱们的再产品 那对应的科目 就是生产成本 也会在这里头去进行计算 那再来就是 在路上的啊 计划成本法下是材料采购 实际成本法下是再固物资 那么别忘了 涉及到材料成本差异 借方超值差 往上加 代方节约查 往下减 再来 涉及到跌价准备 如果有的话要往下减 那还有就是 受托代销商品 和受托代销商品款 那它不会有影响 因为是一加一减 就是零 再来是其他应收款 稍微大一句 因为其他应收款 这个报表项目在填列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算上应收利息 和应收股利 其他应付款也要算上应付利息 和应付股利 只不过 其他应收款里头 还要考虑一个坏账准备 好 这是这里头 相对有难度 然后我需要给您提示的 总结性的内容 那到此呢 咱们关卡一 资产负债表的内容 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整个本章节的通关进度 就达到了一半 那这一部分涉及到 相关报表项目的计算填列 很重要 您在此处跟着我听一遍 那如果有同学觉得说 哎 我想要总结成表格 更加的详细 那一个是在基础班次的最后 我会给您一个计算题的总结 当中会设计 那再来是我们后面的习题班次 以及串讲班次当中 我都会给您总结成表格 所以您现在就是先理解了 会用就行 那您说具体加强记忆 我们在后续 您至少会再看到三遍 我会带着您去加强记忆 不用担心 好 那咱们本讲内容先到这里 我会带着您 对 好 谢谢 好 对 好